英雄TOKYO 今天我們來到了 它是一個特別的展演空間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 玩Pokemon 沒有錯 日本可以玩呀 日本的 其實日本沒有特殊怪 因為它是亞洲 所以跟我們的是一樣的 OK,那今天就大家順便逛逛那個 TOKYO SPACE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裡面長什麼樣子 然後附近其實有一個據點 附近有一個站點 它是Mori Atro,它是美術館 好像什麼三森美術館嗎 好,某一個美術館在這邊 那所以有站點就表示這裡附近有神奇寶貝 那這邊有尼多郎跟小拉達之類的 我來看一下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好了 好,這邊其實算是很多公司的一個辦公大樓 所以它的通道還蠻多的 通來通去,跑來跑去的 OK,那我們差不多要先回到我們剛剛的Youtube SPACE的地方 然後這個門,等一下它等 這個門是自動鎖的,只能從裡面開 所以我們要等那個櫃檯的人員幫我們開一下 不然就只好在外面流浪 卡住了,我要先打啦 嗯,掰掰 掰掰 好,還好 還好有那個Youtube工作人員剛好要出來 那這邊裡面那個牆我覺得很漂亮 那那個很特別 對,只有在 只有在這邊看到 台灣好像沒有看過 然後呢,裡面 目前是一個特別的空間 是有特別的佈置 然後這裡有一個遊戲的試玩活動 那旁邊在拍攝影片中 對,還有綠幕都出動了 OK,然後這邊後面呢,是一個小房間 這裡有一個特別佈置的一個 特別的企劃小房間 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這邊到底有什麼東西 有點擠,這邊道具塞滿滿 工具大堆 好,然後 後面呢,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控制台 好,這邊有螢幕 監視螢幕可以看到裡面的狀況 然後呢,這裡有一個 主控是 可以調整 呃,燈光 音樂之類的一些東西 我們稍微進去看一下吧 好,這邊打藍光 看起來很詭異 欸,裡面是 呃,一個旅館的感覺 好 然後開頭的 玄關 有一個狸貓 狸貓在等著我們 OK,然後裡面 喔,好暗喔 好,裡面有兩間房間 登登 這裡 這裡是 300號 房間 那是一個日式的房間欸 很酷 就是那種榻榻米的 那種旅館的房間 那 裡面 其實還滿大的 看一下 旁邊這裡有一個 拉門 拉門旁邊是一個 小椅子 感覺很適合 躲在這裡玩遊戲 不會被人打擾 然後呢 這裡有很多的 裝飾 那個 面具 就很日本風的感覺啊 很酷 然後這邊 也是 這邊有一些 那個 那叫什麼 玩偶 日本的那個 人偶 然後人面 人面面具 很酷啊 這裡 好,然後這邊 中間就可以稍微 休息一下 坐一下休息一下 好了 來這邊休息一下 玩一下 可是這邊 額額一直沒有特別的東西出現 然後這邊的點 其實沒有很密集啊 然後也沒有人 撒櫻花 所以 這邊 好像大家比較認真在工作啦 先來看一下 他們拍攝影片的狀況好了 好 這個房間是特別不知過的 很詭異喔 這裡 那 他們還在拍攝 就不打擾他們啦 有個鏡子 看起來很乖 好 OK 那 今天 嗯 差不多就先到這邊 大家來逛一下這裡 那 可是這邊好像不太適合玩Pokemon 因為它就是一個 室內空間 然後沒辦法跑太遠 那 遇不到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都是蠻一般 見到的 對,都是蠻普通的東西 好啦 那只好先到這邊結束囉 最後呢 我想再去 神奇寶貝商店 對,Pokemon Santa 再去看看 那希望能看到更多有趣的東西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